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我們是妹妹的喔 那姊妹妹 我真的叫 起來我叫依依還叫妹妹 來 牠也來 牠也來 來 還有 好久不見了 女人 夏宇峰好 好 你好 今天都是美女了 今天要談大家 美女們也會享受美食 享受美食 小點心很重要 很重要 現在出國都沒有人 在買那種大禮物 大家都要逛超市 是 因為超市為什麼 所有吃的東西都有 大家買回來以後 當地的食材 然後帶回來給朋友送伴手禮 因為有時候大家怕胖 都不太吃正餐 那小點心女生是絕對 對啊 受不了 而且可以看藝國的 今天最像一些他們帶來的 藝國 有名的零嘴給大家 藝國的 但是台灣不一定買得到 對... 這個就是嗎 這就是我帶的請大家吃 妳是在新加坡帶的 對 因為新加坡 其實還是比較便宜 大概一百多嘛 台灣買的時候比較貴一些 可是妳有時候 不管它多少錢多少錢 還是想要買 真的 那是什麼 蛋牛皮 不是 鮮蛋牛皮 真的喔 它的口感就是脆脆的 妳剛剛第一口 妳會覺得它有點臭臭的 是鹹的 鹹蛋 魚皮 它還有薯片 腰蛋的味道耶 我很想吃 它後面的鹹蛋的味道非常重 一般麥的啤酒很好 對 蛋的蛋黃 妳是抓 而且它有點微辣... 鴨蛋味好香喔 超香好像裡面有賣 對... 滿貴的耶 小包就兩百多塊 兩百多塊 來 再介紹妳 妳要介紹 其實我們常常有時候去 那個美洲啊 或者是 我也就 他說有帶一些什麼 奇怪的冰淇淋回來 對 奇怪的冰淇淋 你也說那麼久 因為台灣沒有賣啊 對 而且瓜哥剛剛說 這些都是有名的冰淇淋 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東西它不有名 很少人知道 它非常的特別 它是 NASA太空總署 所以有一個太空人 太好吃的 對 太空船吃的冰淇淋 對 我是美國NASA 太空總署買的 這是冰淇淋 就是那種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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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買回來小朋友都很喜歡 送人家伴手禮 他們覺得 哇 好特別喔 好新奇喔 這個很炫就是了啦 這個很炫耶 但其實像 像我們坐飛機的時候 在高空嘛 我們的味蕾就會變比較吃頓 那其實他們在外太空吃到 真的也許不像我們現在吃到 這麼沒有味道 是 口感不一樣 滿好吃的耶 所以太空船的東西 其實滿多東西 都是用這種技術的 要不然你嘗不到 陸地上的東西 不然食物太單調了 對 接下來介紹這洋魚片是 對 這是我推薦的 之前很有名的 蜂蜜奶油洋魚片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超有韓國的 超有韓國的 然後它是最新的口味 它是 這是配合 薰衣草藍莓 因為剛好六月是 韓國他們薰衣草季節 所以他們推出這個口味 我覺得味道是非常清爽 很適合夏天 很濃耶 對 它原本原貴的就超好吃的 滿適合夏天的那個 冰淇淋 超好吃的耶 這個其實是帶著薰衣草 而且它很甜 是甜妝 然後帶一點鹹鹹 因為它還是有點蜂蜜奶油 我喜歡鹹鹹鹹 它很好吃 對 我每次都很好吃 這韓國我就叫 這至少十包 這之前沒有這個口味 很好吃 很好吃 對 超清爽 一香還有點濃的 這真的很好吃 都繼續上完了嗎 沒有 交給我 我的啦 我的 蜜桃碗 東歐 東歐味 因為那邊就是尾度比較高 所以很冷 然後很多人就會放在包包 或者是隨手拿一個 這個叫做 辣椒的巧克力 辣椒還黑巧克力 因為他們怕冷嘛 下雪 然後所以走一走 在冰淇淋水地 隨手拿一個辣椒黑巧克力 就很暖身 對 那一點點辣 對 微微的辣 它是有甜味的 對 它是有 就是調的比較低一點 其實是非常好的 其實這個很好吃的巧克力 今天帶來這麼多點心 推薦給大家 但是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不是 我介紹給大家了 對 靠原分... 進行我們歡樂 How much 可以叫麥可樂 叫麥之一啊 現在很多人家裡面都會養寵物 養寵物大部分的人都是 養小狗 小貓嘛 養貓的人喔 最麻煩的就是 每天要出門的時候 都要多比別人浪費十分鐘的時間 要幹嘛 除身上的毛 那一般正常喔 除毛都是用這種滾輪 滾桶式的 這個又浪費 因為要獅子嘛 然後養貓的人喔 通常都會被人家稱為貓奴 對不對 對 貓奴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產死官 對 就是你每天都要去產那個貓沙 對 貓沙又很浪費 我今天要介紹的一組東西喔 就是這個 而且是一般家庭 沒有養寵物的也可以用 這個東西它除了可以 可以蒐集這個寵物的垃圾之外 然後還可以 可以防止異味 蟑螂不會擔心在裡面開派對 讓你喔 真的喔 做家事很輕鬆 你在做家事很輕鬆 就不用擔心啦 徒勞無功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美國監製的 這個叫做 它不是海綿喔 它不是海綿喔 它很輕 重量很輕 而且體積很小 一般除毛我們就是用這個 用黏了嘛 對 然後黏一次要濕一次嘛 是 然後這個都要替換 這個是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來 我只要往前刮 毛髮就不見了 這樣子刮 它會把 一般家裡面我們都是要用黏的嘛 對 不然就是要用那個 好像撈杯子好不好 用撈的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好像橡皮茶一樣 對 它可以清除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把它刮起來 那你刮到前面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把它拿起來了 是 而且它是可以一直不斷重複使用的 它是軟的 你拿來刮身體也可以 它毛不會黏在上面 不會 它不會沾黏在上面 完全沒有沾黏 好 剛剛有講到 這個就是家裡面都可以用的 除了養蟲物之外 來 家裡面廚房你把它放著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可以分離的 是 來 上面有一個這個扣環 把它扣住之後 裡面有東西 異味不會跑出來 這個可以幹嘛 放在廚房裡面 我們有一些吃完的飯菜啊 你直接把它廚餘倒進去之後 它會幫你直接把油水分離 有沒有看到 把油水分離這個也可以放垃圾袋 那我們要怎麼清貓砂 一般貓砂我們在清理的時候 你用鏟的 你會把乾淨的跟髒的 全部都鏟掉了 好 這個怎麼用 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它拿起來 有沒有看到 鏟一點點 來 下面有洞有沒有看到 還有濾網 直接塞一塞 你把髒的留在裡面 好 來 再一次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來 好 有沒有看到 我們直接把它鏟起來之後 來 左右搖晃就好了 就流出糞便了 你把髒的貓砂留在裡面 然後砂就流下去了 大便就流下去了 好厲害 好 一個是美國監製 一個是韓國製造 我們菇各一個 去融菇醬 兩個磚 兩個磚 這個... 這個是除毛磚 然後這個除魚的這個回頭筒 垃圾筒 五 三 二 一 好 寫好了嗎 寫好了 請公布價錢 來 一千塊錢 兩樣一千塊就對了 好 來 這邊多少錢 我不是把它分開 加了 那加起來 加了 199350嘛 549 549就對了 謝謝 好 549 它都兩樣還標價這樣 來 為什麼寫一千塊 因為我覺得是 一個又是美國監製的嘛 然後呢 而且另外那個桶子 它又是可以兩用的 對 所以我 而且它容器又滿大的 所以我這樣算算兩個 應該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好 兩個加起來一千 你們很清楚 就是這個199 對 這199 那個350 對 沒錯 因為我們覺得 因為我家有養貓嘛 那我想說那個清理貓殺呢 應該大概在那個價位 你平常有什麼清理貓殺 我是用鏟子 那如果這個方面多了 對 就是變成一個動作而已 沒有啦 我鏟了以後 我還要倒到那個桶子裡 這直接就在桶子裡了 對 所以我再猜 應該大概那個300多塊加價 199 350 500多塊 來 請公布 正確底下 來 除毛磚加這個除以回收桶 997 恭喜 恭喜 差3塊錢 對 除毛磚是398 那這個除以回收桶是599 599 這599 好 599就對了 對 接下來請叫麥克 叫麥克第二樣 請叫麥克第二樣 來 現在介紹第二樣 現代人普遍有兩種煩惱 是 一個是吃太好 一個就是睡不飽 真的喔 所以這個睡眠障礙的醫師 那個門診的效果特別好 對 排隊的人特別好 來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 枕頭 人家說一顆好的枕頭 讓你睡到不要不要 一顆不好的枕頭 可以讓你睡到什麼 每天看醫生吃藥 好 來 現在介紹這一個 這個是韓國奶 韓國奶 來 看啦 它是一個 特殊人體工學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 涼感的凝膠墊在上面 它可以降體溫 我先把它拿下來 這個外面是有一個 它有一個枕頭套的 我們把枕頭套拆掉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 涼感的 這一個凝膠墊 這個凝膠墊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測試 這個是測 測溫度的嘛 這個測溫度的 我們先來測這邊 這個涼感的 凝膠墊現在的溫度是幾度 來 給大家看一下 22度左右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來 22度 好 好 22度 來 我們測其他的地方來 測這一邊看看 沒有涼感的 25 25.8 差3 中間又差了3度 就可以差別 對啊 兩邊就有差別 那我們睡覺 它為什麼要坐在中間 然後要做這個特殊的設計 就是要讓你的 它可以讓你釋放壓力 來 它是德國的材料 韓國的設計 好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完全的釋放壓力 一定要分散壓力嘛 是 我們要做一個小實驗 這一杯紅酒不是要喝的 然後我只要直接把它放在上面 這是一個3公斤的啞鈴 3公斤的啞鈴 如果往枕頭上面丟這一杯酒 正常的枕頭一定會翻掉 好 我們看一下 見證奇蹟的時刻 1 2 3 1 2 2 3 1 2 2 3 1 2 3 來 所以這一點會翻掉 因為它這邊的金髮 所有的壓力都已經吸收掉了 好 為了要證明它還可以 可以吸收其他地方的壓力 來 我們要做一個測試 那個新美 你的手借給我 好 放在中間 這邊有一隻腳 我把它夾 不要 不要了 不要這樣子 我們這邊有一顆雞蛋 我忘記了 這邊有一顆雞蛋 來 雞蛋把它放在中間 我們把雞蛋放在中間 然後麻煩妳 幫我把它壓著 不是我敲 幫我把它壓著 你要敲準喔 對 我會敲很準喔 兩隻手敲一隻喔 我不可能同時敲兩隻 來 我敲看看這個雞蛋會不會過 它有沒有辦法真的 紓壓我們頸部的壓力 來 好 1 2 3 這麼用力 你打力了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見證奇蹟的時刻 1 2 3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這顆雞蛋 雞蛋是好的 這 我們要證明一下 這個雞蛋是真的喔 對啊 是真的嗎 真的喔 它是一顆真的雞蛋 這個就是一顆好的 可以紓壓的枕頭喔 來 韓國來了... 韓國來了喔 我們一次孤兩個 兩個一組 請呼駕 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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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良感喔 對 還有兩感 這個兩感 明膠店在這邊 是德國的財 5 4 3 2 1 來 寫好了嗎 來 請公布價錢 來 1200塊這個枕頭對不對 對 好 你們多少錢 這邊是1700塊 好 這個也沒有什麼對不對啦 你們買枕頭 價錢多少 賺均價 Oh my God 差不多3 400吧 3 400 那這個又這麼好 應該差不多600 我也是抓大概8 9 9 800 9之類的 枕頭真的很難 大家不會一輩子 只有一個枕頭 會一直換... 對 會一直換 來 請公布正確底價 韓國來了記憶枕 一對 1260塊 對 好可惜 1260塊 我看到你說六六大順 速度很準耶 對 他六塊枕頭就給你了 對 接下來請叫賣第三樣 來 現在介紹第三樣東西 我們歡樂製作心 介紹過非常多的清潔用品 是 但是有很多媽媽 小姐 太太 都會有一個疑慮 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水洗 不能碰到水的 所以要乾洗的 但是一般的乾洗劑 又不是那麼好用 要清潔一些髒污 又沒有那麼好清 對不對 來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 日本來的 它不但可以去髒污 而且它是還是一個 很厲害的 噴污 來 它是植物性的配方 所以它不會傷害皮膚 一般家裡面我們像這個 這邊有一個卡士爐嘛 一般瓦斯爐裡面 我們煮東西一定會有湯湯水水 會有醬料跑出來 正常都要用清潔劑洗碗汁 對 你要用什麼菜櫃薄 不然就是在爐子下爐 來 它 獨特的 巴砲設計很厲害 它會 你不用去刷它 它主動會把它吸掉 來 我們簡單做個小實驗 直接用錢搖一搖 然後直接把它 薄薄的噴上去就好 馬上吸 它膨脹了耶 噴上去之後你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它上面已經變色了 有 有沒有看到變色了 這樣直接就會直接吸上來了 它是植物性的酵素 來 好 很簡單 我們不用刷 我們只要用手 抹布這樣子輕輕 這麼快 有沒有看到 好快 變好乾淨 就直接把它擦掉了 完全沒有擦拭喔 完全沒有刷 而且不用等時間 這樣就用飛力 放著等水 因為它會直接把它瓦解掉 是 把這些髒汙瓦解掉 那我剛剛有講到 有很多東西都是需要用到乾洗的 對 尤其是女孩子 你們家的床墊 幾萬塊的床墊 是 像這個獨立桶的 這個 貴森森耶 那這種東西很多人都是買回去之後 一直到它丟掉 從來不會洗過 因為沒辦法洗 對啊 那女孩子一定會有親戚來嘛 不小心去沾到 像這樣子怎麼辦 直接薄薄的噴一層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 有 其實已經放很久了 它直接它馬上就會把 裡面的髒東西把它吸出來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拿一塊布話來 直接把它這樣子 這樣就擦得掉 有沒有看到 吸濕掉了 有沒有看到 清乾淨的 哇 這很快耶 好快喔 老闆我要買 幾萬塊的床墊 這樣子就虧度變成新的 有沒有看到 好厲害喔 你看這個 它就是一個乾洗劑 那你會看到有一點點顏色的落差 是因為有一點點滋滋的 你看看 好厲害喔 除了這樣子之外來 我們要再做一個髒物的測試 我們剛剛講說測 不能水洗嘛 對 我們來測試一下用水洗的東西 那我們怎麼用 很簡單喔 來 同樣這罐 我們沒有換100罐 沒有100罐 來 沒有100罐 也只有這罐而已 好 我們直接把它噴上去 一樣我們都不用清 不用洗 不用刷 這樣子把它噴上去 我把它噴成兩邊好了 才有對比 然後這樣東西它會自然吸附起來 它會慢慢變色 白色會變成黑色的 這邊是垃圾的 這邊是清洗的 我們要清洗很簡單啦 如果在浴室裡面 牆壁的外牆 你就用水 來看喔 我們要讓你看一下 它的差別在哪裡 這邊水噴下去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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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東西就隨著水 有沒有看到 然後那邊噴過了 它一樣是髒的 但是這邊已經乾淨了 完全乾乾淨淨 有沒有看到 差別這樣一看就看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今天 估這個日本來的 日本來的 日本 乾洗劑 清好喔 一次六關價錢喔 六坪 六坪喔 好 來 請估獎好不好 就不知道這一瓶可以用多久就是 這一瓶是 450毫 對啊 六坪喔 多少錢 5 4 5 6 1 來 估完了這樣 來 估完請公布價錢 九百塊 右瓶九百塊 這邊請公布價錢 兩千 好想要 一瓶 一瓶如果三百多就是兩千 對 三百多 然後他這個大概150塊 150 對 我想說一組買比較便宜 因為六坪搞不好有特價 可是日本來的應該不會便宜 對 我覺得很會搞的 可是如果一坪150 當然是我們樂見的 對啦 我們希望更便宜啦 但是真的多少定價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太實用了 好 這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到底它的價錢是多少錢 公布正確定價 來 日本來的清潔慕食一組 八百九 八百九 八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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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這麼好的 只有經過我們節目介紹才有 對 對不對 再次謝謝叫麥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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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美豐凝食有四十萬獎金 好物推薦王有二十萬獎金 進行A組四十萬獎金挑戰賽 來 在裡面有 有 佩佩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的佩佩 對啊 厲害 大家加油了 B組二十萬可以插花了 第一題請出是三個答案請講 1 先喝湯 2 先吃肉 3 先吃菜 哪一個是 是算正確不會胖的 對 來 請出題 如果有腸胃疾病症狀的民眾 請問下列哪個飲食習慣是不正確的呢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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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湯不對嗎 還是先吃肉不對 還是你先吃菜是不對的 來 計時開始 哪一個飲食習慣 應該是先喝湯 而且它是有關於腸胃疾病 可能因為纖維素 所以讓腸胃蠕動過於頻繁 我覺得可能對腸胃不大好 可是吃肉 但肉會不會比較難消化 有可能是不應該先吃肉吧 應該是從先喝湯吃才慢慢開啟 可是我有聽過說 如果你先喝湯 你的胃裡面有太多的液體 會影響你的胃液的分泌 太飽了 反而會讓你消化不良 好像是這樣講話 因為你需要有胃液消化的食物 對 好 先把胃液給沖淡對不對 對 就太淡了 然後你的食物就沒有胃酸 可以消化食物 B組也要消化 非常有道理 好 先不撿喔 所以你要選喝湯 2 1 A組選的是 先喝湯是不對的 B組 消化組請講 我們選先喝湯 先喝湯 先喝湯是不對的 因為我是腸胃不好的代表 對 然後我每次只要 因為我很愛喝湯 我只要一喝湯完 我就會一直臟氣 然後會很不舒服 妳要差多少錢 3萬 來 請撿 先喝湯 營養師表示 一般都會說 先喝湯暖暖胃 但對於有腸胃症狀的民眾 其實是不正確的 應該餐前 餐後60分鐘都少碰液體 以免被稀釋造成 真的 食物沒有辦法好好被分解 造成身體壓力 如果真的忍不住 最多拌完100CC潤潤喉 而且有料濃湯 優於清湯 是喔 最好的情形 先吃肉或飯 並且細嚼慢液 使得油脂消化更完整 以增進膽固醇的代謝 第二題 請出事三個答案選項 請出題 請出題 建築大師貝玉明日前辭世 他最著名的設計是法國羅浦宮 而台灣哪棟建築也是他設計的呢 是东海大教堂 还是故宫南院是嘉义那个 还是台北101是他设计的 既是开始 东海大教堂 对 很有把握 我有看到新闻 对 我记得是东海大教堂 因为他去世的时候 我上网看一下 他有哪些建筑 想说应该要去这些地方 好好的参观一下 而且去世那段时间 有蛮多他的新闻报道 就是都有稍微整理一下 他的一些的 宜座 对的一些座 最有名就是罗浮宫 那个三角的玻璃壳 对 原本引发很多争议 因为法国人觉得非常丑 迫害了罗浮宫 可是后来大家慢慢接受 对 一个新旧结合的美感 对 好 先不检了 东海大教堂 来 叉花主请讲 B主 你觉得应该是东海大教堂 对 因为之前有听过 然后我之前在中部读书 就大家都会常跑去东海 就听说过这件事 所以多少钱 一到五万 所以我们就下这种本了 好 五万 东海大教堂五万 请检 东海大教堂 好 三 二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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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张外景 对啊 一代建筑大师被遇名慈世 他在台湾留下的建筑作品 最有名是他与陈其宽 携手完成的台中东海大教堂 外形设计如双手核石助导 他是这样子嘛 对 然后关下来 对 但与教堂元素相呼应 薄壳双曲面的造型 无助无良 他是无助无良 更展现设计的功力 对 接下来进行第三题 请出示三个单语 一 韩信 二 底青 三 岳飞 我知道 这个对他来讲是五沙沙 你们都五沙沙 年代是不一样的 来 请出题 传说中除了蓝灵王之外 还有哪位将军曾戴面具上战场呢 祭时开始 是戴面具 岳飞就是金装报国嘛 对 对 我觉得不可能 就不是岳飞 就好像是韩 不是韩信 还是选一个我们比较陌生的 韩信或敌青拍一个 韩信或敌青就对 为什么要戴面具 太帅啊 对 蓝灵王太帅 他战场上是振不住敌人 所以他必须要戴 所以这个人第一句话是帅的 长得不 太帅人家不会怕他 对 是这个 白面树是要打仗 可是你如果戴了面具 先正式 就我们节目一开始 开头那个丰美 你就是一个面具打开 对 太帅 对 那谁比较帅呢 韩信 那敌青 这就朝这个方向 这两个人 那我选韩信好了 因为你自己很韩信 我觉得是韩信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个 溫文如雅的长相 三 七 六 你相信你自主 我没有插话 没有插话 直接讲 三 二 一 韩信 三 二 一 恭喜 敌青 敌青不只戴面具 敌青他还刺半甲 刺青他刺半甲 对 因为 他就是要想见他 因为他太斯文了 对 敌青是北宋名将 为唐代宰相 敌人节的后人 因为样貌清秀 因此打仗常常戴面具 因为太清秀 人家不会怕你 骁勇善战立下不少战功 于民间有着 武曲心下凡之说 与文曲心包整 共同辅佐宋人中 治国致名 一个文一个武 所以一个文曲心 一个武曲心 是宋朝的一代传奇 你当流氓也要有流氓的样子 对 太斯文当流氓也要不会怕 对啊 孝孝心收保护 还没进门人家就笑死了 拍电 人家已经笑死了 我先给你好了 来 夏宇童 好 谢谢 谢谢 还是停留在第三题的 B组有28万 第三题请出示三个答案 请 一 音速小子 谁 谁 二 大陆水手普派 谁 三 飞天小女警 谁 请出题 国际巨星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早期帮哪位卡通人物作曲 当作卡通的背景音乐呢 是音速小时 还是PuPi呢 还是飞天小女警 来 计时开始 几十小时的音乐 好难喔 但我觉得应该会是音速小时的 因为他每次在跑的时候 他都有那个音乐 就是他的音乐还蛮重要 可是普派也有啊 也有主题曲 可是PuPi PuPi的主题曲 我觉得以他的声音特色 感觉应该是要有点速度的 比较高 所以我才会想要选音速小时 卡通应该是 只有我在吃菜的时候 他就是一小段 对 一小段一样可以 应速小时 音速小时吧 我觉得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七 准备 音速小时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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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尔傑克森 你音速小时的关系 要追溯到1989年 就是民国78年 当时麦克尔跟 Sega Sega嘛 签署了合作协约 当时麦克尔确实参与了 该游戏的配乐创作 但制作名单当中 没有麦克尔的名字 主要原因是麦克尔 对其他共同创造者的 制作品质感到不满 觉得不符合自己完美的要求 所以 虽然写过写 但是把名字去掉 不要挂制作人 所以你不要挂 对 你不要挂我名字 第四题了 请出示三个答案 请出题 工作竞争压力大 研究发现 女性擦哪种颜色的口红 在表达意见时 最容易被采纳呢 大红色 紫红色 还是裸粉色 来 计时开始 我觉得大红色就是很有主见 很有自信 攻击性认识 但是对 觉得攻击性有点强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然后裸粉色又觉得 好像没什么气势 没什么气势 可是他就说最容易被采纳 我觉得裸粉色没有什么杀伤烈力 然后如果讲的东西 他们也觉得可以的话 六 八 七 六 比较不会那么激进 OK 裸粉色 暂停 二 一 A 主权好 裸粉色 B 叉花主权好 B 叉花主权好 我们也是裸粉色 1到5万 1万裸粉色 没有吧 1万裸粉色 来 减 裸粉色 3 2 1万裸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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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万裸粉色 3万裸粉色 美国出名彩妆品牌 跟哈佛心理学家 共同研究发现 女性涂大红色是最吸引人的 给人气势且充满创意的感受 在会议时发表看法时 更容易被他人采纳 而纸红色给人专业俐落的感觉 搭配完整彩妆 让人感觉到很积极且有竞争性 另外选择擦裸粉色的人 给人家信赖感 反而会有更好的男性缘 约会或是见家长 比较加分 红费比较喜欢 那就只能约会了 只能约会 只能约会 你是在工作上 私下家庭生活 见家长 潘映竹 加油 加油 第四题的 请出示三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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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卫福店 二 属福店 三 无福店 卫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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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来 请出示 到日本旅游 一定要体验和服之美 但其实在日本 一开始卖和服的地方 被叫做什么呢 一开始的和服被叫做什么 来 计时开始 一开始的和服 和服 所以和服一开始是从 中国传过去的吗 不然怎么会跟三国 时代有关系 日本有什么 有关鼠的称号吗 好像印象中 有个什么 是跟鼠是相关的 对 卫福 好 不知道 日本在和服 一开始知道日本 被叫做什么 和服 五福店 这个太难了 这太难了 这完全没有概念 完全没有印象完全没有概念 而且我不知道卫巢 三国之间 他们的那个服装设定 有什么重要 对 你们有什么想法 公才的 蜀 对 我印象中好像蜀跟日本 不知道有什么关联 好像在意识上 比较容易会看到 不是蜀吗 你先去把另外两个 好像比较没什么印象 六 五 你是建议她捡蜀吧 五 五 五 直接捡 暂停 你要捡哪一个 你不听齐薇的 你要捡哪一个 我想 你自己觉得 我想捡五 五 那就放着 我的印象来讲 因为过去我知道 在大陆的时候 有个资讯是说 日本人 跑到四川去寻根 因为他觉得诸葛亮 是他们的 祖先嘛 祖先 所以看那个建筑 以他们的建筑 当时是蛮像的 所以我认定 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觉得是蜀 对 如果四川来讲 那如果以三国 当时的地区 位比较北边 会不会位北边 跟日本比较近 也有可能 因为蜀最偏僻 就是蜀跟位 我都有在选 但五真的比较 他是最南方的 尊全嘛 对 最南方的 好 没有一定对错 我只是认为这样 請見 五福殿 三 二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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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 我们的推论就不一定 他对了 真的不抓到 你看我们俩推的都错的 三国时期的东吴女性 日常穿的服饰 跟现在的和服非常相似 而当时东吴跟日本 有通商往来 なるほど 并将纺织品及衣服缝制的方法 传入了日本 日本纺织东吴的服饰 制作的衣服 并将这种充满异裕色彩的衣服 称之为无服 在当时的日本 无服是地位较高的达官贵人 才有机会穿着的服饰 仍有很多日本和服商店 还是沿用叫无服的叫法 原来 好 接下来进入第五题了 请出示三个答案 请出题 每到圣诞节除了交换礼物 最经典的就是红白相间的拐账堂 请问拐账堂的由来跟谁有关呢 是圣母玛利亚还是耶稣还是上帝 计时开始 这个好近喔 会上堂 你们教会的吗 还是 因为我以前念天主教学校的 可是拐账堂好像跟圣母玛利亚 没有什么关联 就没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 那就剩上帝跟耶稣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是耶稣 或圣诞节吗 因为不太会这样子 因为他是他出生的时候 三个都跟教会有关 而且我记得耶稣 那个时候会挂拐账 好像是跟他出生的时候有关 因为当时有下令说出生男生就好像要杀掉 对 就是那时候男婴出生的时候 因为会影响到那个以色列的 对 因为有预言 不是以色列的 有预言 圣伯利亚 对 因为那时候只有预言说 这个小孩子以后会成亡 对 我认识是耶稣 耶稣 六 五 赞典 三 二 你写耶稣 耶稣 你们呢 我们也是耶稣 你们也读 三万 三万 来 请解 耶稣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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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时 基督教徒遭到宗教迫害 不能公开也不能保存 私自驾跟圣经等物品 然而有一家糖果制造商 根据耶稣的名称呢 基督 创造出结 这个结 就拐杖型嘛 的糖果 由于结形状的糖果 倒过来就像拐杖 因此便以牧羊人放牧时 就用的拐杖 将此糖果命名为拐杖堂 原来 所以其他法应该是这样 所以是J 基督 这变成拐杖堂 基督 好合力 很厉害 对 对 第六题 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 一 纷纷扰扰 二 农作欠收 三 请出题 各国对于新年预测的习俗 大不相同 若是在法国新年第一天吹起了北风 代表今年会怎么样呢 是很纷纷扰扰 还是农作物会欠收 还是医护让大家没有一样好的吗 没有一样好的 对 来 继续开始 我会猜农作欠收 我也会猜 因为大国他们农作物 应该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生产收入的来源吧 它有一些葡萄茶酒 对 葡萄酒 对 葡萄酒 或玉米一些 那些就是葡萄的那个产量 跟品质会铺 对 他们比较以农作为主 为主要营收这样的 9 8 7 6 5 没有 三 3 2 1 3 2 1 就表示风调雨顺 刮西风代表是一个补鱼丰收年 刮东风 显示水果会有高产量 但是刮北风 代表欠收的一年 马里 第七题 七题过关协商 七题过关就有钱 40万 40万 第七题 加油 一 乐器的材质 2 2 声音的音调 3 弹奏的手法 请出题 琵琶是中国经典的乐器之一 但琵琶最早不是乐器名 而是指什么呢 计时开始 琵琶 不是乐器名 我觉得不太有手法 我觉得是 怎么觉得是声音的音调 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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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声音的 那个声音吗 琵琶 但我怎么觉得好像可能是材质 材质 但我怎么觉得可能跟手法有点关系 手法 跟琵琶 感觉它的手法是很特殊的 不是别的乐器可以学得来的 那你看你的直觉好 我没有看过任何这个点 我也没有 我只是单就就是觉得 通常应该是指 名字应该会是从它的材质 什么东西 好 我们学材质 还是琵琶以前可能是一个 来 倒数计算 手法也有可能 或者是那个 7 8 7 6 5 4 3 2 琵琶 来 请讲 材质 材质 材质可以很多 对啊 因为声音也不太像 然后 弹奏的手法 手拿着琵琶 手拿着琵琶 而且它上面两个玉 是不是 很像郁琶 这个材质有可能 是一个问题的 对 多少钱 3万 3万 3万的材质 请剪 弹奏的手法 3 2 1 你直接高强了 真的假的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厉害 他这个是装一部那个 五福店 然后 农作建筹 手法 琵琶是中国古老弹播乐器 琵琶中的中低音区 音色醇厚结石 高音区的音色清晰明亮 琵琶和琶是原种 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 琵 琵是右手向前弹 琶 琶是右手向前弹 琶是右手向后弹 哦 所以是这样子 有一个是向前有一个是向后弹 你看他每一支弹匹都 对 对 对 抱着说他手法的确是不一 第八笔的 有40万 要协商吗 嗯 等一下 我不是 我觉得协商好了 好 协商 好 协商 多少钱 我第一次要跟人家协商 只有一条命而已吧 他就一提而已而已 人生第一次要跟人家协商 现在40万 40万 6万 要吗... 6万你们收吗 6万一个人大概2万 还是我们先看题目 可以吗 可以先看题目 可以看题目不能看 先看 来 请去三个答案选项 1 2 蛋白质摄取不足 3 素食料理油加很多 这我会吃 还没出题喔 就是答案选项 你要不要打 就这个... 这个趋向 要不要 6万块要不要 你们呢 你们要吗 我们是一个Tim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到协商 最高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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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过关在这边嘛 过关就40嘛 第三名 然后我协商就32名 看要不要你要冲一波 真的 要冲一波 我可以上榜单喔 不是 你现在协商也是留了榜单 有榜单 你现在冲反而不一定有榜单 对 好难选喔 你们觉得呢 谢谢 你决定好了 你要冲还是冲 你冲 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我给你意见 给你意见 我不会啊 冲吗 好啊 冲 要冲 冲 不加了喔 OK 不加了喔 40万冲喔 第八题 你应该就过关了 你们比组没有两餐有 那答案的告诉我们 好 来吧 请出题 台湾人重视养生风气 也有不少人直接吃素 统计却还是有两成的素食者 会得到脂肪肝 请问为什么呢 計时开始 我觉得是油比较多 油加很多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东西 因为没有肉嘛 他们可能用炸的 用去调味的 所以有一阵子有在说 其实是素食的 不代表就很营养 对 可是炸的煎的都 比较多 可是这样子很简单 因为油加很多 就得到脂肪肝 这也太简单了吧 脂肪肝是因为吃太油吗 我觉得 就吃的比较 蛋白质摄取不足 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那种肥 它有很多的豆腐跟 豆去做成的产品 应该 藉由豆类 可以摄取到一些蛋白质 对 可是豆类的 因为我之前看过 跟肉类的蛋白质 又不一样 因为它有很多的肉 也是用豆类做的 对 可是我之前看过 是说植物性蛋白 可以吸收的成分有限 而且 所以三个你计 来 倒数计时准备 我觉得素食还有油太简单了 12 8 7 6 5 4 3 2 1 请减 蛋白质摄取 4 4 5 5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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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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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均衡飲食跟藉酒开始 脂肪肝 運動是最有效的 恭喜你獲得四十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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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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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獲得四十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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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抱歉 可以聊黑了 可依得 順熱小烤箱 百夫掌旅行箱 火力掌暖堂 打開 衛視窗門台 歡樂亮起來